大家好我是扫君啊我也来了啊 今天的话整体大翻其实不错的三大支出都是涨了 但是啊中小凡股的话今天是跌的 然后一些成长股的话今天也是跌的啊 然后个别个股的话今天还是跌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像se的话今天跌了6.62 那这个价格我没仔细去看啊 应该这个价格的话啊 可能快要去破上个星期的一个低点了 那么啊se的话我se的话我现在我我今天是没有操作 但是se的话我也是会选择左侧接背的 不过我再说一下就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对于大多数小伙伴来说的话 左侧接背倒是完全不适合的 好吧其实是特别是对于科技成长股 本来我是想说特别是对于科技成长股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 那因为现在在回调的一些个股的话 大多数都是科技成长股 如果到时候真的是大盘股在开始下调的话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 如果真的大盘股开始下调 那基本上就意味着标普500或者纳兹达克指数的话都要向下行了 那么如果指数的话都要向下行的话 那其实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所以即使在指数上下行的时候 我也是不建议大家去接飞刀的 而且这时候要接的话 可能倒不应该去接一些大盘股 那因为我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因为我想 我有想过这一个scenario就有可能会发生的这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那么大盘股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的话 那非常有可能整个环境是美联储非常非常的鸽派 然后加息的一个时间线的话 我加息这个速度 最主要的是一个速度 在加息的一个速度的话 比整个华尔街预测的要高 对吧 所以整个市场受不了 然后进行一个啊 整个股市的一个risk off 就不单单现在是科技成长股 然后连大盘股的话一起带下来 全盘的话一起带下来 那如果真的全盘的一起带下来的话 其实背后来要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整个经济或者整个GDP的增速的话是要放缓的 甚至于会有进入recession的这一个风险 那如果这样一个情景 或者这样一个scenario它发生的话 那其实背后伴随着它美 就长期的一些美债利率的话 都是要往下跌的 因为其实美债利率的话 越长期它越是反映了经济以后的一个增长 然后或者整个市场对于经济以后的一个增速 那么而如果说比如说啊 股市下来利率下来 然后整个市场的话又会觉得 然后美美国的一个经济的话会进入一个 有可能会进入一个recession的这个风险的话 那就说明啊非常有可能我们进入 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就一个经济的一个周期 然后下一个经济周期的话 就是一般我们从recession出来的话 那个出来的这个时间线的话 其实都是有利于成章股的 然后所以再回到我前面 就如果说真的发生这种情 就真的发生 比如说大盘股也开始往下卸的这种情况啊 首先大盘股往下卸的话 那很多其他一些相对来说 估值比较小的一些成章股 或者没有赚钱的一些成章股来说的话 它跌起来的话都是一样会跌的 这是这是不可否认 基本上是不可否认的 然后或者说我们不要去怀疑这一点 而且指数的话大盘股下来的话 指数是一定要一起带下来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可能更没有必要去接大盘股的那些飞倒了 因为为什么 就是我前面说的 如果大盘股下来的话 可能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经济周期了 而等下一个经济周期又开始起来的时候 那个起来的一个过程 其实是最适合成章股起来的这个过程 那么而且非常有可能伴随着 是美联储继续变成割派 甚至于开始继续进行QE 因为如果说整个市场 整个美国经济有进入recession这个风险 或者就有进入缓慢的这个风险的话 美联储会会什么 他会进行继续进行QE 继续进行印钱 而这这个是基本上是无休止或者无止境的 啊就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在我们四个人频道聊天的时候 啊我们做直播的时候 我就我也谈到这一点 我觉得即使下一次有一个 啊股市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 我也不觉得这一个调整的时间线会非常非常长 或者这个熊市的时间线会非常非常长 为什么背后还是因为有美联储就只要如果伤害到美国的一个经济的话 美联储一定会就失 那所以啊我相信其实包括美股长期都是一直在上涨 我相信这些道理可能我们大多数小伙伴都懂 但其实最难什么最难是真的到熊市来那个时候 我怕我怕很多小伙伴在半途中的话就直接放弃了 或者对投资的话就直接放弃了 啊其实这才是我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做到的 就是不要在半途中的话放弃对吧 所以现在所做的一切 包括我说如果在下跌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些consolidation 对于风险的一些控制 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对于真的 因为我们只有做了心理准备之后 当这件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怎么去运我才知道怎么去应对 才可以去应对 而不是半途的时候可能就放弃了 或者半途的时候可能就割肉 然后真的时候等你想真的真的等你坚持不下来要割肉的时候 非常有可能就割在地板上了好吗 然后今天颁奖毫无疑问啊 oracle 然后看了一下今天costco的话也是不错的 恭喜大家 然后的话先和大家推荐一个视频 这个是经纪人频道 然后在12月2号他们发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话 他主要是说素汉堡的话 如何去拯救这一个地球 然后就how vegan burgers can help save the planet 视频的长度的话不长的 可能就11分钟 感兴趣小班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就我我是这么觉得 就因为我其实和大家聊过很多次素食 包括一些plan base 就包括一些植物肉啊 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将来 然后从大家大家的一些反应反应之中的话 其实我能够看到 我能够感受到现在其实包括植物肉 包括以后一些 啊实验室造肉的那些方法的话 这可能对于大多数来说 大多数小伙伴来说的话是不可接受的 啊就我其实我是非常理解的 然后但是我因为接触这方面就我自己花时间下去了解的 我对这方面可能了解相当说多一点 或者看的相当说多一点 其实我个人的话 其实真的是一直是比较看好这一个市场 所以所以我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感兴趣找吧 当然感兴趣找吧 那么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 然后起码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不是从我的嘴里 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 去了解一下 那么这些素贩的话 怎么去可以拯救地球 因为他其实是从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 这一个角度去看 那么然后这个视频里面 我觉得他提到一点非常非常好 其实这个这个点到以前我和大家在视频里面也分享过什么 就是那么有一个人说 他说现在整个素肉市场的话 得到政府的支持几乎是零 而不像现在的一个EV市场 因为为什么现在很多政府的话都在大力的去搞这个EV市场 那么其实很多很大一部分的话 还是为了碳排放的一个问题 很大一部分的话 还是为了气候变化这一个问题 那么但其实植物肉的话 或者以后实验实验室去重 实验实验室去重肉 或者实验室去造肉的话 最后的话都是和EV 就和整个EV想去达到的一个目的的话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 那么但是这 但是现在的话 你看到整个政府的话 对于植物肉 或者是实验室造肉 特别是实验室造肉这一块的话 它的一个补助其实并不是非常高 或者几乎是没有 对吧 然后包括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教育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一个问题存在 就缺缺乏那一方面的一个教育 那不过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 以后非常有可能都会到来的 而且一旦政府开始去资助 去赞助这一个行业的话 其实就可以非常有可能会 帮助这一个行业的话 去更好的去scale 那么那从投资这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比如说你现在去投资植物肉 这一块的话 你说早不早 也许确实可能是早了一点 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会担心 有一个时间成本在里面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 就如果我们既然选择去投资个股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最难的 或者什么时候 可能会造成的一个潜在回报是最大的 其实就是在一个投资标的 在不被市场看好的一个情况下 或者说你我们觉得整个市场 或者市场里面 大多数人对于这一个标的 是不理解的情况下 那么从我们那个角度去看的话 这个标的其实将来一个回报 会可能会非常非常高 但是风险一样 风险因为什么样的情况下主流市场 不看好这一个行业的 就是因为这个行业 现在没有被主流市场接受 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当初亚马逊也是这样 然后一直被整个市场说 估值太高估值太高估值太高 然后其实现在特斯拉也是这样 一直被市场说估值太高估值太高估值太高 我觉得应该还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要会继续说特斯拉的话估值太高 好吧 其实我主要想表达就是 我觉得这个行业非常有可能 现在是被整个市场误解的 而且是整个市场现在没有看到的 就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花个时间下去 去稍微研究一下这个行业 也许那么很多小伙伴的话 也会对这个行业的话产生一些兴趣 然后包括的话去找一些标的 作为一个其实是比较长期的一个投资 这个标的啊 这个投资标的的话非常有可能 它的一个回报是非常非常丰厚 当然这个时间线 可能相对说比较长好吗 然后我今天新闻 今天新闻的话 头版基本上就有通胀了 那这条新闻说的就是拜登 他拜拜登 他说他说通胀的话处于峰值 应该很快会下降下来 然后在我的一个看法里面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信号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就是美国政府现在要把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通胀给降下来 对吧 那怎么要去讲 其实美国政府的话 从两三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 要去降这个通胀 两三个月之前 他们就已经看到了 对吧 因为美联储的话是可以从从疫情 从供应链这个角度去着手 包括我我说过 在包括和就和中国政府那边的一个贸易 那么重新的一个谈判 然后港口的一些人人员的一些员工的一些部族 这里的话 其实美国政府都看到 然后他们试着去解决在供应链上的一个问题 那么而且 然后最近的话 那这是美国政府可以做的 在供应链上 然后美联储可以做什么 其实美联储其实可以做的是 在需求端上面的话 美联储是可以做的 那美联储的话可以进行啊 taper或者说加速taper 就是他们一个多星期 两个星期前 他们说非常有可能要加速taper taper结束的话 开始要升息 升息的话 其实可以抑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 升息的话可以去抑制 人们的一个消费速度和消费习惯 那么甚至于如果说 升息升得太快 或者说taper的太快的话 会导致美国经济的一个增速反过 甚至于会导致把美国经济的话 去带入一个recession 那么如果经济放缓 甚至于美国经济会进入一个recession的话 那这天然的话就是一个啊 去通胀的一种方法 那么然后啊 啊这条新闻它是啊就美国的一个前财政部长 然后summer他的话经常发表自己观点 然后他说啊美联储的话 需要在2022年加息两次到三次以上 然后现在整个市场的话 就是我们去看这个 forward curve 现在整个市场是预计了 或者已经priced in 美联储的话会在2022年加息三次 就加息三次二十五个基点 那就是市场预测的话 到2022年年底的话 隔夜的一个利率的话 是在零点七五到一左右 那么因为我记得现在是零到零点二五吧 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加上75个基点的话 就是零点七五到一 那么所以这个是隔夜利率 然后啊summer的话 他觉得美联储的话 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的话 可能要加息四次到五次 那么才能够去抑制这一个通胀 或者才能够对通胀的话会有效果 那么那如果美联储真的去这么去做的话 我个人的看法 对于整个资产的一个价格的话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压 资产价格的话 就体现在楼市和股市 所以我觉得有几点我和大家总结 因为最近的话 这两天聊通胀可能聊的比较多 然后我总结一下 其实非常非常轻 就非常非常简单 或者非常非常清晰的 首先我们要非常明确的 美联储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的话就是降通胀 那么那怎么去降呢 那除了美联储自己 除了美国政府 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的话 从美联储这个角度的话 来说的话就是taper和加息 taper和加息本身的话 它不是一件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从2014年 甚至于2014年2015 一直到2018 那么这四年我们去看的话 是从整个taper到最后加息结束 其实这个四年的一个 我们就光去看ndx的话 美国就美国的一个 科技板块的话 它一直是在这四年里面 一直是在涨的 除了到2018年年末的时候 它开始下跌 而那个年末的一个下跌 其实还是因为美联储的一个问题 美联储说 我们还有加息的一个空间 所以美国就整个市场 就告诉他我们不行了 所以2018年年底的时候 美国股市崩盘 崩了20% 所以就这背后的一个信号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taper和加息本身是不恐怖的 只要你给整个市场有非常好的一个预期 你把这一个信息和整个市场沟通的非常非常好 把你的一个速度掌握的非常非常好的话 对整个市场不会特别对股市的话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如果说美联储或者美国政府的话 可以给美联储施压的话 如果美联储的话 为了去抑制这个通胀 不惜代价 去taper去加息的话 那对于资本市场的话 会对资产价格的话 特别对于股市的话 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所以这才是一个风险 我们就这个风险的话 才是我们去需要关注 或者我们需要去控制这个风险 有没有可能这个风险没有发生 或者说这个风险提前被解除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什么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风险有可能提前会被解除呢 比如说通胀的数据的话 它自然而然下来了 但是这个通胀要下来的话 它也是需要时间 因为通胀上去的话 慢慢慢慢上去 它下来的话 它也是要慢慢开始下来的 那么这就看美国政府 有没有这个耐心 这等于是在和时间赛跑 对吗 所以这中间的变数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我们现在唯一需要了解的 就是美联储降通胀的一个决心 美国政府降通胀的一个决心 和美联储非常鹰派的一个态度 这两者的话 潜在来说的话 对于故事并不是一件好消息 好吧 然后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视频的话也是今天刚出来 然后realvisionfinance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这张图的话 他主要我挑了正好这个截图 他挑的他写的这张截图说明说明的是 Fed balance sheet as a percentage of GDP 就是美美国政府他们那个资产负债表 对上GDP的一个占比 然后这个占比的话 现在美国差不多是在38%左右 而我们知道日本政府的话 这个视频里面也说日本政府 现在差不多在131左右 而这个视频他想说明什么 他就想说明如果说很多 有一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美国政府 现在印钱印的非常非常多 或者扩表扩得非常非常大的话 那你再去思考一下 其实你从其他国家 比如说你从日本这个例子去看的话 美国或者美联储的话 就美国政府的话 其实这一个印钱的一个空间的话 其实往上的一个空间的话 其实仍然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视角 就如果说很多小本 如果你同意这个观点 你也能看到这个观点的话 你就会想到 如果真的当有一天美股可以进行奔盘的话 美联储有足够的代用 就这个印钞机啊 可以随时给你重新启动 所以这才是我我一直不觉得 或者不是非常非常担心真正雄师到来 而真正如果雄师到来的话 我们如果知道背后有美联储的话 反而每一次雄师到来的话 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机遇啊 然后通胀说了足够多了 我们来换一个话题啊 然后啊啊这个截图的一个前一半的话 我忘了传到电脑上 然后现在这边没有这这条新闻说什么 这条新闻说的是啊 我没记错的话是12月17日 然后有几只个国 airbnb 我看到我看到可能比 可能大家可能手里会有的几只个国 airbnb 然后lucid然后zs 然后啊 data啊这几家公司的话将在12月 应该是12月17号的话 会被啊加入大自大科100指数好吧 就啊加倍加入指数的话 首先对于公司来说的话一定是一件好事情 对吧 那对于股价来说的话 是不是一定会涨呢 然后这边的话 我就截了一个图出来 然后你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些数据吧 就是在新闻发布 就在这一个消息发布之后 following的announcement 就第一天就是星期一的股价了 对吧 因为我看了是今天盘后的一个消息 然后星期一的股价有64%的可能性的话 这些个股的话是会涨的 好吧 就一定不是100%了 就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觉得这64%的可能性算高吗 我觉得可能应该算比较高了吧 就是大概率情况下的话 这一些个股的话 在星期一的话都是会涨的好吗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相关性 然后上面的话是黄金和标普500的一个相关性 我们说或者我们说的一个correlation 然后下面的话是比特币和标普500的一个相关性 然后我这边分别拿了10年数据 10 year的话 10yr的话就有10年数据 4年数据和近两年的一个数据 然后90低和30低什么意思 就是90天和90天和30天 然后30天的意思就是monthly correlation 90天的话就是quadly correlation 然后是rolling correlation 我为什么去做这个 去稍微拿一些数据 稍微算了一下 因为在有一段时间之前 ARK他们出过一个研究报告 他们说比特币的一个资产 其实和其他的一些资产价格 他们的一个回报的话 其实这个correlation 这个相关性的话是非常低的 如果说比特币和其他相 其他资产相关性比较比较低的话 那就代表这一个资产天然的话 它就有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功能在里面 这一点的话 从资产配置者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 已经持续了非常多年 从养老基金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或者从机构配置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一直说的一个6040 那么6060股市 然后40的话债券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配比 然后其实这个配比的话 那就是从一个风险 就是从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的 那所以啊阿克阿克当时的时候 他们就说啊比特币和其他资产的一个相关性非常非常低 所以他们可以达到一个diversifier的一个角度 也就一个资产 那么那我就去验证了一下 然后我确实用了他们10年的数据 然后就10年的一个return 然后90天就是quadly的一个rolling correlation 然后阿克他们也是用了这一个数据啊 最后得出来确实这个数据挺低的 就是这个是标普500 下面是比特币和标普500 过去10年啊quadly90天的一个相关性 只有0.14 这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相关性的 然后黄金的话 过去10年的话和啊 标普500的一个走势的话是负相关的 那么这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的话 其实啊从时我们光从这一个correlation去看的话 10年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黄金比比特币的话 更有这一个风散啊 就分散风险的一个性质在里面 就我们单单是从10年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啊 所以这是这是第一点 或者这是第一个观察 然后第二个观察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我看了一下两年呢 他们的一个相关性啊 然后非常有意思 就你看一下两年 他们quadly的一相关性和30天 和monthly的一个相关性的话 30天的一个相关性 两年的话0.55啊 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为什么我去看两年 其实两年的话是正好带到啊 疫情开始之前对吧 疫情的话或者整个美股崩盘的话 是在三月份嘛 2020年三月份 然后两年之前的话 正好正好带到两年 就正好把这一次疫情的从下跌前 一直到我们现在恢复之后 我我理解 就我们去看两两 我去看两年monthly的话 两年30天的话 我数据 就我数据组的话 就24组数据嘛 一共是24个月嘛 那么90天的话 我看rolling的话 也rolling啊 quadly的话 其实也就也就是24组数据 就我非常理解 这个这个背后的数据量 不是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想表达的一个点是 我们去看过去两年的话 比特币和美股的和标普 把这个相关性的话 其实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的话 啊 因为过去两年代表了一个 算是一个啊 recession或者一个金融危机吧 对 算是一个recession的吧 因为虽然是一个历史上 非常速度最快的一个recession 或者说一次萧条 或者说一次美股崩盘 怎么怎么去形容都可以 那么但是在这一次美股崩盘 和最后复苏 包括政府的一个注入注入资金啊 然后qe啊 整个一个过程的话 我们就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比特币的 这一个相关性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和美股相关性 我觉得0.55其实不算低了 那这背后的一个含义就是 真的当风险来临的时候 那么比特币还没有完全可以 去做到一种避险的一个资产 因为这个相关性就是告诉你 在跌的时候大家一起跌 在涨的时候大家一起涨 就我们如果去看黄金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就黄金的一个相关性的话 其实也是上涨 就是这其实是 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基本上在只要有recession 只要有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 资产的一个相关性的话 都会增长 或者说绝对值的话 都是会扩大的 因为市场的波动非常非常大 你要不就是和美股的话一起走 你要不就是和美股的话 走的就是相反的 比如说是债券 但是比特币这一个上升的 一个幅度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最后想总结一点就是 起码从现在整个市场 我去感受包括从这个数据去看的话 有相当一部分的市场的一些资金 包括一些机构的资金的话 仍然是把比特币看作是一个 high beta 是一个高风险 高波动的一个资产 并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避险资产 所以比特币的话 要取代黄金的话 其实确实是有很长的一段路 是需要去走的 包括要接到 包括要受到很多机构的一个 adoption的话 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走的 如果我那小伙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当然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了 不然的话 我现在就不会投资比特币 那很多小伙可能会觉得 哎 那也许我可以再等等 对吗 等于我更多的一个机构进来 开始接受比特币的话 那这时候我再去投资比特币 那这时候你再去投资比特币 当整个一个当一个资产 已经受到非常多的一些机构 接受的一个情况下 你再去投资这一个资产的话 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的话 这个资产的一个波动 或者一个上升 或者下跌的一个幅度 其实就不会非常非常高了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你可能成为一个接盘卡 对吧 所以我我是觉得 从整个一个投资 一个标的的一个时间点去看的话 你投资的一个时间点 越前面的话 你所承受的一个风险 肯定是更大的 因为不确定性更大 对吧 但是我觉得 同样会给我们带来的是 可能是潜在的一个回报 好吗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 这两者的话 一定是成正比的 好吧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下面给我留言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